Frasco no Hatte 燒瓶之夢 完結篇 Hajimero OP Skip shinai 不跳掉 這個故事是虛構的 跟人實在人物都沒有關係 然後有一部分的恐怖要素 那麼 遊戲裡的素材並不是免費的 請不要亂用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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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在晃蕩 然後呢 尋求結結束的人呢 在那邊 想要停止這一切的 只有你們了 それは夢の果ての選択 這就是 夢的終結的選擇 這應該是一代的爸爸跟他的女兒吧 就是燒瓶之夢的爸爸跟女兒 爸爸有名字啊 叫做 Slay Slay 好像還蠻帥的 Ochibi-chan 怎麼樣啊 小小小小 Ochibi-chan就是小矮子 可是這樣叫自己女兒嗎 小矮子 gele 爸爸你要討厭喔 不要再叫人家小矮子了啦 又我十四歲 我已經啊 十四歲了 可惡超出手背范圍了 不是 十四歲 可愛 叫做 死理 sü理 哈哈 口沒用 啊 犀利 抱歉啦 それで どうしたんだい? 那怎麼樣呢? 啊 急にとちまったりして 怎麼突然停下來了呢? 啊 嗯 欸とね 那個啊 パパ 今日は本当によかったの 爸爸 今天這樣真的好嗎? 啊 正確にお休みなのに 啊 難得的休假耶 啊 そんなことが 這種事啊 気にしなくて大丈夫だよ 別在意 別在意 啊 我自己都 都覺得無關 沒關係的 だって そうだろ 因為那個吧 同じ日 同じ夢 しかもあの少女が てきたんだから 因為 你想想看嘛 在同一天做了一樣的夢 而且我們還夢到了那個少女 お姨ちゃん お姨ちゃんのパパにあえなかったのかな 姐姐他 姐姐他沒有遇到爸爸嗎? 啊 ゲリファース 安安 姊姊的爸爸啦 就是 姊姊他沒有遇到姊姊的爸爸 ちょうど あのことは 僕はわからないね 那一件事情之後啊 我也不清楚呢 再帰ってきたと信じたいけど 夢の嘘で思うとね 我還想說也許會再遇到吧 不過好像只是夢了 那稍微補一下好了 這個他講的姊姊就是 一代的那個 練 練 練金術師的女兒 對 ん? なんだが変だった 好奇怪喔 姿はお姊ちゃんだけと お姊ちゃんじゃないみたいな 奇怪了 那個看起來很像姊姊呢 啊 可是好像又不是姊姊呢 其實比講也可以念小小 可是小小怪怪的耶 是 是很可愛啊 可是我覺得好像 沒有啦 好像小矮子那種感覺 矮冬瓜是不錯啦 對啊 そうだね 也是呢 嗯 我也這麼覺得 啊 雖然說 外表看起來 我也是這麼想 雖然跟希莉講的一樣 外面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看恐怕不是吧 嗯 但是而且 我看起來 就是外表雖然是一模一樣 但是看起來 有種那個女 那個就是那個 那個少女有個違和感 到底是 總之 再看看 再找找看關聯吧 也許以後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就是 就是我們會發現什麼也不一定 Siri 立atte 気になるだろ Siri 也很在意對吧 嗯 気になじゃ 很在意哦 そうだろ 是嗎 だから 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よ 但是不要在意比較好 さ 啊 就不在意也沒關係啦 さ もう一度 あの森のいってみよ 那我們再去森林一次吧 來喔 安安 還有ミリリリ 你好 好 ありがとう パパ 謝謝你爸爸 といたいまして 啊 不客氣 じゃあ行こうか 走吧 嗯 我總覺得你們的對話不太像婦女啊 你們真的是婦女嗎 呃 哎呦 哎不能存檔 可惡 糞更 回頭好了 啊 去森林回家好了 不是這裡 廢話我也知道不是這裡 爸爸表示那個歐拜太小了不太對勁 這什麼爸爸根本混蛋 到了 昼なのに 啊明明是白天 啊結果還蠻暗的嘛 シリ シリ パパから払らないように 啊 気をつけろだよ シリ啊 不要離開爸爸身邊 啊 要小心喔 嗯 わかった 我知道了 ねえ パパ 爸爸 この森って すっごく静かだよね 這個森林好像很安靜呢 そういえば そうだね 話說回來也是呢 鳥のサイスリさん 聞こえない 也沒有聽到鳥的聲音呢 前から こうたたかい 之前是這樣的嗎 嗯嗯 でも 姊ちゃんと会うてる時は 静かだかまも 但是遇到姊姊的時候 好像也是這麼安靜呢 そうか 是嗎 ねえ パパ お姊ちゃんたちの家でもうないんだよね 爸爸 那個姊姊們 他們的家 是不是已經不見了 有啊 我有買啊 嗯 只那個姊姊的 姊姊的爸爸的一個認識的人 把他買了下來 然後把他給弄壞了 こればかりはしことない 啊 雖然是這樣 也沒辦法囉 啊 我達は彼達をしていんでも 権力まではしていないから 我們就是沒有那個權利 就是可以讓 就是 去弄他們的房子的事情 嗯 そうだね 也是啦 でも もしかしたら なんがあるがもしれない 但是也許還有什麼也不一定喔 總之 啊 先去那個家之前留下的痕跡吧 嗯 嗯 話說回來 一代的女兒就是戰犯 要不是 要不是因為他的女兒 所以我才 我他爸爸就不會出事了 沒有那個家啦 他們那個姊姊的那個家 對 那個姊姊姊姊的的的的家 就是這一塊 是這個房子 對 一代在這裡 確かに この先だったね 就死之前在這吧 嗯 在前面 繼續走 不是買姊姊 是買房子 你們這些人喔 嗯 姊姊姊 姊姊 あなたたちが くるのよまちだ 你們 有沒有 くるの くるの くるののまちだ 什麼意思 僕たちは 我們 ねえパパ 爸爸 やっぱり この人 違う 爸爸 這個 這個人 不對 不是 お姊ちゃん じゃないよ 不是姊姊 啊 確かに 確實呢 確實 啊 雖然很像以前認識的那個人 不過 怎麼說呢 像是人偶在說話一樣 終わりよ おしえて 希望你能夠 結束 果ては 教えて 終結 一切 痛い 何のことだ 到底怎麼一回事 それに 君は 何し われ われは 我們是 な なんだ 我知道要進入戰鬥畫面啦 看到 看到那個 畫面碎裂的時候就是要畫面轉一圈然後進入戰鬥場景 パパ あの人 パパ 那個人 ここは 森なのか 這 這裡是森林嗎 だけど 元の森じゃないよ 那是好像不是剛剛的森林呢 シリーは シリー呢 確かに 一生にいたのに 確實好像在附近 可是 剛剛明明還在一起的 あの子は さかなければ 不找他不行 哦 這什麼 ん これは 這是 見るがおかしいな 觸るな ちょっとな 雖然看起來很可疑 摸摸看的話就 哦 有點不摸了 好吧 正確的選擇 あの 君は 你是 ごきげんよ スレイさん 這看就是個小精靈啊 你好 スレイ先生 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君は僕を知らないだろうけど 僕は君を知っているよ 你呀 雖然不知道我 可是 我可是知道你的哦 スレイ シュピリさんだろ スレイ シュピリ 對吧 確かにそうだ でも 僕は君を知らない 但是 我不知道 你 自己生涯くらいはしめてないが 你不自我介紹一下嗎 おっと 哎呀哎呀 不好意思啊 僕は ナツレ ナシレ ホームクルースを 啊 我是 ナツレ 啊 我是 人造生命体 ホームクルース タテ 神造生命体 そう 沒錯 就是那個 偉大的老師 啊 所造出來的一號弟子 啊 還有我的事情 偉大的老師 もしかして 彼女のハーテ 難道說 是那個 那女孩的父親嗎 いや 不不不 他 是老師的 學生 0156993 他 不知道床上的他啦 好可怕喔 まあ 僕からすれば 要從我這邊來說的話 就是弟子的在弟子 對吧 どういうこと啊 這種事情 啊 難道你所謂老師 就是那個 P 的人嗎 え なかなかいいかんだ 哎呀 你的直覺不錯嘛 先生が 老師啊 他可是叫我來幫你們呢 すまないが 話しか見えない 抱歉 可是我看不出來呢 できれば 最初から説明してくれないが 可以的話 你問不一開始就講呢 哎呀哎呀 不好意思啊 それじゃ 君の疑問答えろ りょう 那我就來回答你的問題吧 何から話しそうか 要說什麼呢 要問什麼 女兒的事情 娘は 尻は無事なのか 女兒他沒事吧 それなら 安心してよい 啊 如果是女兒的話 就沒事了 あの子には 啊 那個孩子啊 正在跟我的雙胞胎的弟弟 なくれ 在一起的 那才不是沒事啊 我女兒才14歲啊 跟一個 跟你一個長 長得那麼猥褻的小精靈的弟弟在一起 怎麼可能會沒事呢 混帳 嗯 それがよかった 那就好 你太天真了爸爸 でも ホームクルスでも双子が 組まれてものなのか 但是 人造生命體也有雙胞胎嗎 那個啊 是因為老師的知識 還有他的技術 所造出來的呢 どいえだよどころだけど 雖然這麼說 那不過其實只是個事故罷了 悔しくは僕達にもわからないけどね 細節我們也不清楚呢 まあ 反正也沒什麼不異常的狀況 それでいいんじゃない 那也沒什麼不好啊 そ そか 是嗎 まあ 君達それでいいなら いいんだろうね 那你們好就好吧 とりあえず 總之啊 那孩子暫時沒什麼事 應該沒問題吧 逆に君のほうが 倒不如說 你的 你這邊 身體跟生命力都比較大呢 這個 欸 哦 因為你的身體生命力比較大 所以你才要小心點呢 我會知道你的中固了 但是這邊有那麼危險嗎 嗯 因為這邊的狀態不安定呢 會發生什麼事情也不知道 為了安全起見還是小心點好 分かった 不知道了 總之早點會合 離開這邊對吧 そういうことだね 就是這樣子 僕達も 我們啊 也會多多少少幫一點忙的 そう言われているからね 就是這麼說了 雖然不知道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不過應該沒什麼惡意吧 但是 我可以說到這個地方